三星之后 台积电也投降了 美国抢取20多家企业数据 专家无异于抢钱 科布宁不挂大腿 赶在11月8日的最后期限之前 全球最大芯片代工企业 回应了美国商务部关于提供供应链信息的要求 而在这之前 三星已经先一步败下阵来 一边是车企趋芯停工停产的现实 一边是核心技术 遭遇中有企业的潜在威胁 为宝霸钱的美国 想要寻找一个突破口 也只能是芯片企业的核心数据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索经济市副研究员孙立鹏 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美国敢如此强硬的在芯片问题上发难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 掌握了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 企业也会考虑一些产业合作方面的因素 只有全产业链合作 才能实现市场的良好运转 缺了美国可能就会影响整个半导体生态 对企业的生产和未来的销售 经营以及全球布局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Outforecast Solutions数据 截至10月17日 由于芯片短缺 全球汽车市场伪计减产量 已达962.5万辆 比前一周增加了约28万辆 另一方面 数据的掌握也能够使美国的半导体同行 在竞争中更加有优势 即我能看到你的底牌 但你却看不到我的底牌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三星 台积电的数据交给美国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就不会将其公布给这类厂商 没有人能监督它的公正性 这种做法其实之相很难看 而在今年6月 拜登政府也曾公布供应链脆弱性白日审查报告 这份报告特别提到 美国及其盟国的逻辑芯片供应 主要依赖台湾